- 刘家昌对前妻真真三度提告 上星期17日在美国洛杉矶开庭 法官驳回刘家昌所有要求 还指他浪费社会资源 于是刘家昌在脸书义愤填膺 洋洋洒洒写下971字 痛斥真真母子 上天有言二友恶报 第一次提告要回到2015年 刘家昌在香港提告真20亿家产 这次已经是第三次诉讼了 真真在返台前接受苹果电话访问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他这一方的说法 既然如此 所以传说中的财产就不存在了 好的 那既然没有财产 两人也早在30年前就离婚了 当年刘家昌表示 离婚原因是算命师指示的 真真俏说 难道算命说你活不过今年 你就要自杀啦 就是因为个境不合 好赌赌钱啊 那没有钱我怎么办 我再生了子谦 怎么我们怎么样 每天给你还赌债 我们到这个马路上去要饭啦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但无论如何 孩子都是无辜的 身为人子的刘子谦 夹在中间也不好做人 曾添一段脸书文捍卫妈妈 要父亲敢做敢当 批评别人之前先照照镜子 真真说 今年过年时 刘子谦用社群平台跟刘家昌拜年 祝父亲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一家人搞到这种局面 开口闭口不离前 对此 真真表示很无奈 不想跟着刘家昌起舞 讲出来她没面子 对不对 我一直都在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在保护她 她所做的一切 她所做的事情 我想这都是命嘛 命都安排的 我这一生都这么平平淡淡 这么怎么讲 大家都对我这么好 唯一 这是一个遗憾吧 我这一生都在